展婚的小姐姐给了我后妈一百万 我决定去找她儿子确定是不是真的 是她 报告 张老白 你怎么在这 报告听说你要结婚了 谁跟你说我要结婚呢 欠他啊 你的冰冰冰 我们走吧 诶 张老白你怎么在这 怎么 没认识 亲爱的 文文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有男朋友 什么 男朋友 小白 虽然咱俩没有喜欢关系 但是哥一直把你当亲兄弟了 千万不要告诉文文的记录 什么 不是和文文结婚 后妈的儿子马上要结婚了 但是对象却不是文文 这下我该怎么办 你这也太过分了 小声点 我这两天就和他分手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文 没事 我说兄弟说一下家里的事 谁是你兄弟 对了 你最近跟一心怎么样呀 一心 我跟他挺好的 他最近去国外处理事情了 去国外了 对 您好 您是一心的老公吗 我是律师艾丽卡医员 我们不行的重置你 一心 什么 一心怎么了 正在烦恼怎么解决的时候 医院突然打来电话 突然感觉到世界都别黑暗了 我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心 让你知道吗 我爱你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张小白 你怎么在这儿 文文是你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因为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 你被追求 这些事情破气了 我去吧 你再难过 我去 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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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希望你开心自己家吃 谢谢你啊 我 哎 这个到我家了 妈妈做好事的 你去上吃个饭吧 这不合适吧 没事 走吧 正在外面散心的时候 突然碰到文文 结果被他邀请去他家吃饭 妈妈 我回来了 哎 文文回来 走走走 上个吃饭 哎 这位是谁啊 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张小白 什么 张小白 我的好朋友啊 来 走走 行 那你们聊 我去准备饭去 爸 今天多做点啊 好 准备了什么饭啊 我去做吧 小白你先坐啊 嗯 谢谢你 嗯 阿姨 你是不是我们文文的男朋友 喂 不是阿姨 我们就普通的朋友 别骗阿姨了 文文从来没带过 那孩子回过家